第十四代 下面我们开始抽取 第二轮的游戏名单 男生是 良年 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幸运的女孩是谁呢 林妍 你做模型的搭档找到了吗 还没找到 那正好 我当你搭档吧 可是我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没事 我都想好了 可是我跟方旭一个宿舍的 这样做起来比较方便 是吧 方旭 什么 做什么 做模型作业 我才不要呢 你还是跟你老大弹方晓月吧 我可受不了人家较真净 我没问题啊 那你要不要下来讨论一下 该做什么呢 我不想跟梁耀年一组 我说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梁耀年不会对我有好感 所以我没必要浪费时间 不要妄自菲薄嘛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再抽一张 好 来 会抽到谁呢 何欣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说 反正梁耀年不会喜欢我 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呢 凯燕 还不听说 丁 你以前不是说挺喜欢梁耀年的吗 怎么了 我觉得梁耀年比较喜欢方晓月 所以 我自愿退出 好 那我来抽下一组 下一组是林开拓 夏淼淼 好 看你这样就知道我们输定了 你可别害我受惩罚 都是你 要不你从报纸上跳下来 我们能被关在这儿吗 怎么就怪我了呢 要不是你飞得惹赵鹏飞 我们能被关在这儿吗 反正都是你的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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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干吗 你 你怎么哭了 谁哭了 我就是隐形眼睛戴了点棍子 你干吗还盯着我呀 我才没有盯着你 我在想怎么出去 那你都是想啊 光想有用的话你怎么不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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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加油 梁又年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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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就跨来了吗 没 李老师让我冲画 那不赶快冲啊 这么快吗 明明还有三分钟啊 学长 我们去哪儿 号大作业 去哪儿画 模型教室 学长 我们大一的模型教室没有空位子了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模型教室画 可以啊 反正模型教室又不是我一个人在用 我先回宿舍拿东西了 模型教室见 自由学长一个人 那是我们的二人世界了吗 干吗呢 脱轨啊 大超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只允许你的幼年学长在那儿搞学习 我也是很努力的好吧 学长 我来了 学长 我早就来了 放下手头的工作 看这里 我跟你们说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能在这么紧张的期末时期 拥有这么大一间教室吗 不能 偌大的教室 为何只有盲一超一名帅哥 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难道不想知道吗 淼淼 问我吗 问我呀 你问我 是什么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服装系的自习室人满为患 我心系作业来蹭你们的模型教室 结果一推开门 那场面真是锣鼓宣电鞭炮系 土红旗招展人 山沿海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不要影响我画图 我不就吃了你个汉堡 喝了你个饮料吗 有必要打动我的谈话吗 打动我的发言吗 汉堡也吃了 饮料也喝了 但那张嘴怎么就堵不住呢 堵不住 怎么的 就是堵不住 你不让我说我就偏要说 学妹 我跟你说啊 我一进那模型教室 那场面真是锣鼓宣电鞭炮熟 你说过了 学长 反正就是人特别多 我一看那么多人 那就商机来了呀 我就给他们推销我的产品 就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我说你们建筑消费能力也不行啊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尊重我 再聊会儿 再聊一会儿啊 再聊一会儿 无聊 就知道画 画画画画画 看你能画出什么画来 看什么看啊 方便面头 我也是 我 我